什么呀 还真的是你们呀 你怎么会在这儿呀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还来这儿干嘛呀 哦 怎么样我还没走呢 这个我待会儿再给你们解释 姑姑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背着她呀 不用解释了张哥 你是要去大城市的人 你也以后就别人来这奴村了 这样会怒摘你衣服的 怒摘你鞋子的 不是 怎么样你看我 以前不是天天来吗 没事的 你一会儿吗觉得不来好 不知道什么呀 哦 你以前天天来以后就不要再来了 你回去吧张哥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啊 啊 师妹啊 师妹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师妹啊 等一下等一下 师妹啊 怎么了 姑姑这是怎么了呀 你背着她这是要去哪里呀 今天早上姑姑我们两个去打总损 到半路姑姑不小心把脚扭到了 我就只能背她下来了 哦这样的呀 哦那刚刚好我车就在下面 你把姑姑放下来我来背 我送你们去镜上看一下 不用了我自己家里没有草药 我自己给姑姑敷上就行了 还有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我自己能解决好 我就先走了你回去吧 不是师妹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师妹啊 师妹啊你放下来我来背 师妹啊 师妹路有点滑你慢一点 师妹啊 慢点啊 师妹啊 姑姑你慢一点 哦我把这个凳子放 拿过来 快坐这里吧 慢点啊姑姑 疼不疼呀 疼 疼啊 哦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姑姑你在这儿坐着 我去给你蘸那个草药啊 嗯 师妹啊你去哪里摘呀 我跟你一起 你还是回去吧张哥 要不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我们去就好了 没事没事 我跟你一起走吧 哎师妹啊 你这是爬去哪里呀 还能去哪儿呀 我去找草药呀 哎呦太陡了太陡了 要不我去吧 要不我来 你在这里等我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 不是不是太陡了 你慢一点啊 没事的我自己去 啊不是师妹啊 你小心一点太陡了 什么呀 你说的草药就是这个呀 对呀 这个真的管用吗 要不我还是带你们下 下去镇上看一看吧 不用了张哥 这个就能好的 哦那好吧 哎师妹啊 这个草药要怎么弄呀 就把它捣碎 浮在鼓鼓 搅上就行了 哦这样呀 要不我来弄吧 没事你不会的 我来弄就好了 哦好吧 哦 这种草药啊 这是什么呢 在梦里面 这种草药 什么草药 什么草药 就是草药 在那里面 走沿路上 往后 出带来 的草药 寻药 哦 宋妹啊 就这样扶上去就好了是不是 是的 哦 你懂得真多 因为我们这边的只要交流 是这样的路上 哦 对啊 嗯 宋妹啊 宋妹啊 你先别扫了 我还有话想跟你说呢 张哥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可是 姑姑在这里的话 有些话我不好说 你能不能跟我出来一下呀 那好吧 对 你先别扫了 待会儿我来扫 你放着吧 走 我们过去说啊 哇 宋妹啊 这个地方的风景好漂亮呀 真的 尤其是这下雨了过后 感觉更有意境了是不是 张哥 你刚不是说有话跟我说吗 你说吧 现在姑姑也不在啊 啊 其实宋妹啊 我是想告诉你 我不出去了 啊 不出去了啊 为什么呀 嗯 其实宋妹啊 上一次你说你想跟我一起去成都的时候 我有听到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打断你呢 是因为我害怕 你和小小跟着我一起去突然走到大城市 害怕我们都适应不了 而且我现在过去的话也不是很稳定 害怕你们跟着我去受苦受累 所以我想着自己先过去 站稳脚跟 然后稳定下来了 我再把你们接过去的 真的吗 张哥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对啊 张哥 我以为你出去了之后 你就不会再来找我啊 一小时 怎么可能呢 孙妹啊 其实我已经买了今天的车票了 但是这两天我总觉得心里面空闹闹的 自己一个人出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就应该是跟你们待在一起待久了 习惯了有你们在身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样 这个状态的话出去也做不好什么事情 所以我决定了我不出去了 我要等等你们等小小 等他的学费攒够了 我再带你们一起出去好不好 你真的这么想真的这么决定了 我爱张哥 对啊 那太好了 其实我自己 真的我也想着你出去了以后 我怕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了 我想跟你出去 但是我带着我女儿 我也害怕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我都不敢 我好歹跟你说 我想跟你一起出去 哎呀你这傻丫头 就 其实我是 不害怕你们 你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主要是害怕你们受苦 但是 我已经决定了不出去了 我现在这边也一样 在这边打拼 然后 你也好好加油 到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吧 好不好 好 张哥那太好了 张哥 那我现在 我带你去 下面我 我去做 煮辣肉给你吃好不好 走吧 不是不是 宋娘 不用了不用了 我现在还有 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我就先下去了哈 你还有事处理呀 对 那好吧 那我就先下去了 怎么样 你下去了吗 对你也快回家了 现在下雨不要着凉了 好不好 那好吧 张哥那你今天下雨可能路雨点滑 那你路上慢一点 你下次来的话 你就提前给我打电话 我再给你做饭 我做饭等你啊 好好好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